好 這個周刊說 他這個在上班的時候 跟護理師接吻 然後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你剛剛講清熱 被撞見 可是這次週刊的報導 那江醫師是否認 是 我是說白癡真的人那麼多 白癡哪有人那麼多 怎麼沒有 你們這個 醫院他有 只叫你那個 因為他有很多的 醫院 他有很多的診間 然後現在還有那種 個案管理師的辦公室 所以個案管理師就是 他就會比較私密 然後他前後是有雙開門的 所以留些要刷卡才能進去 對啊 黃醫師也知道嘛 所以我們也有同學也被撞見過 什麼意思 就是他也是 也是住院醫師嘛 然後後來就想說 這個前面的門關好了 可是後來發現前面的門是對民眾 你開枕的時候才會打開的 那後面的門其實一般人講 不會有人進去的 那也是被其他護理師撞見 他也只好連續請了三十天的 那個索瑤穎 所以 就是索瑤穎 對 他們是男外婚女未嫁 對 他們是男外婚女未嫁 所以他們一直 我就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去 不去回家或是旁邊的宿舍呢 還是說他們追求的就是一種 刺激 一種秘境 秘境 對啊 所以這個都會有啦 只是如果被撞見的話 就比較尷尬 黃醫師這算秘境嗎 就是 其實我覺得醫院的八卦 很容易被渲染 所以江醫師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也很難確定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有一點被其他不良的男醫師 拖累到了也不一定 所以男醫師如果不想要這件事情被渲染 應該是大家群起要好好的提高自己的道德標準 可是我說這件事情讓我想到你說醫院為什麼 就很容易啊 我記得我住院醫師第一年的時候 就半夜兩點鐘看完病人 然後學長就是高我一屆的 我第一年 他第二年 半夜兩點鐘 他就說學妹 現在交儀廳 電視沒有人看 我們眼科病房嘛 大家眼睛都壞了 怎麼會看電視呢 半夜兩點 我們剛一起看完急診的病人 他說學妹 現在那個交儀廳 電視沒有人看 而且現在正在氏足 世界被足球賽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把他扭開電視看一下 我就 我也沒說不好 我竟然說好啊 學長 那不然去看一下氏足 然後可能就只是在交儀廳 跟學長看了十分鐘氏足大賽而已 那學長這樣講 往往沒有找不到什麼理由拒絕嘛 結果隔天 整個病房都說 我跟學長交往 就是說你很難 所以那個醫院就是說 他 假如說他真的跟護理師 關在同一個地方太久 你沒有一個開放的空間 我們在 交儀廳是開放的空間嘛 旁邊就是病房 姑且都會被人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百口莫辯 有時候百口莫辯 對 是 好 那另外我們也來關心 就是說最近臺北市的幼兒園狼絲案 我先請教一下玉峰 這整個情況是怎麼樣 這非常的令人難過 他是二零二二年就發生了 對 二零二二二年有個小朋友 回去跟媽媽講說 這個叉叉哥哥都會摸他的下體 然後老師就 這個家長就很生氣 就去告 然後整個就進入這個司法的訴訟的流程 那這一個叉叉哥哥呢 其實他就是園長的小孩 這個叉叉哥哥 那個時候在檢查 在警察局的時候 他是承認的 結果之後到了 到了地檢署之後 他又翻供 他說他沒有啊 他就說那不然你問小朋友 那小朋友怎麼講 小朋友就是年紀很小 幼幼班 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後來在這個部分 又想說好 那就調監視器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剛才講的前提 幼兒園是他家的 對 他媽媽就是幼兒園的園長 這監視器有沒有調到 監視器也沒有調到 所以在整個這個司法訴訟的過程當中 從二零二年的七月 到二零二三年的八月 他竟然繼續在原地服務 他竟然還在這個幼兒園來上班 所以沒有人敢報導這個東西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電視臺真的不太敢 像我們真的很怕耳哨的東西 你一報下去的話 你不小心那個馬賽克 你知道嗎 那個畫面是馬到 你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 全部都是方格 對 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你只要露出一點點 以前就有狀況是旁邊有一個 賣那個鵝仔針 那個logo沒有碼到 你沒有關聯性 可是就說不行 你這個logo都還可以查地址 地址就知道在哪裡 所以都沒有人報 那沒有人報的情形之下的話 他竟然還繼續招生 他繼續招生 所以有很多的爸爸媽媽媽 把自己的心跟寶貝 送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陸陸續續 直到他被羈押 他的被害人從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六個 六個變十二個 十二個變十七個 今天說二十個 至少二十個女童 對 這個東西來講 非常的可惡 然後他搜出來 他的那個影片有六百部 都是裡面幼兒園的 都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然後他那個警方 還還搜 還有查出來他的這個 Pattern 他的Pattern以前 就是對三歲的下手 是 因為他知道三歲了 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在整個 整個司法訴訟的過程當中 你也沒有辦法來親屬的交代 然後他第一次還不起訴 就是二零二二二年的七月的 那一件不起訴 他不起訴之後 不起訴是因為沒有拍到 沒有拍到 然後小朋友又沒有那個 又沒辦法好好地講 講清楚 因為小孩真的太小了 然後從那次開始之後 他就食髓之危 好 那我想請教劉修律師 這種罪重不重 這個罪非常非常重 就是事實上我們那個 看到這個是非常非常遺憾 因為我自己也是有女兒的人 對 你看到會很憤怒 真的 真的是非常憤怒 對 因為我們就是雙薪家庭 就是因為沒有空照顧小孩 才把小孩子送過去 對 那我們當家長人 心裡頭的想法是 我們小孩子那麼小 應該不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吧 就沒有想到就是監守 知道根本就是遇到這樣的事情 對 那他這個情形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那個 在刑事上的推定上面 還是講究這個證據 對 講究證據 就無罪推定理論 所以一開始他沒有拍到 就不起訴這個是正常的 對 那我們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可是家長的指控 通常不會沒有道理 這個要很曉得 是 所以說我們必須 想不想亂講話 對 要特別稱讚 你看這位丁檢察官 真的很了不起 因為這邊有一個漏洞 是說他當初我在猜想 大概沒有人會想到說 是這個慣犯那麼厲害 他其實是有一部手機被扣了 可能在那部手機沒有查到 還是那個確認證明還是怎樣 他後來再去搜索 才發現他有一大堆的手機 一大堆手機 可能不知道一支手機固定拍哪幾個還是幹嘛之類的 所以才會有六百多部 對 這邊其實有衍生出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這個 你看這個人已經是什麼科技狂 還是怎樣 他為了辦做這種骯髒的事情 然後去辦那麼多的手機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 幾支 這道手幾支嗎 我是沒有看到是幾支 但我真心覺得這事實上是可以防範 比如說這個罪有多重 這個這個罪 我記得是十年了 十年以下還是以上 以下以下 那那性侵跟猥褻的罪 還有他拍這些影片 這是一案一罰還是說 對 理論上是一罪一罰 一罪一罰嗎 對對對 一罪一罰就會把他關到 像之前不是有一位很有名 那個李宗睿 對 他就偷拍 他也是一罪一罰 最後家家其實就相當重 二十幾年 李宗睿好像判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李宗睿已經 已經關了十年了 然後每年就在做那個奔榮 希望可以增加他的那個 累進分數 對 但是還是沒有 所以希望這個人也進去裡面 關二十年 對 應該是 因為你很難去證明 他從頭到尾是一個犯譯 對 因為被害者一直在換 總不能說我開這間幼稚園 我就是為了要一個犯譯 大概不可能 所以應該是你罪一罰 那你覺得家長為什麼會去舉發 是回去小孩子有講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就是在食物上面 就像剛剛鄭大哥說 講的小孩子不會隨便隨便亂講 對啊 他通常因為你說三歲 講不太清楚 沒有錯 可是什麼時候最容易 聯想到這個事情 洗澡的時候 因為洗澡的時候是少數 除了他自己之外 其實他有大人會碰觸到 他的私密處的時候都會講 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 那個親子觀上 我們都說洗澡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重要 洗澡非常重要 洗澡非常重要 父母一定要跟他洗 跟他聊天 對 吃飯洗澡是最重要的兩件事 比如說我們講兩個人離婚 對不對 還有睡午覺 睡午覺一起睡覺也很重要 這是 就是你沒有 就是非同住方要瞭解這個小孩子 受到怎樣的傾聽 最重要就是三件事情 是 洗澡 吃飯 睡覺 所以說就要過夜 不要說我都是白天 白天只能吃到飯 你女兒現在多大了 我女兒現在大一 當他很小的時候 你是怎麼篩選幼稚園 說真的 我們現在這個幼稚園 真的都公幼都抽不夠 我就挑離家最近 我有聽說過一個 那個案例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這還是昨天吃飯 才聽來的 就是你知道他們幼師 集體那個辭職 就是要反抗那個園長 對 然後他們還事先 先串聯好的 跟下面的那個媽媽爸爸講 對 我們要集體離職 就趕快找新的這個 找新的這個幼稚園 那一次把他就是離職 光那個學生也一起 通通都跑 掉 可是問題是 那個像這種 園長都很有錢 就是那個 他就再找一個地方 再開就好 對 我看到有很多 都是出問題的這種幼稚系統 就是換一個名字 就再開一間 對 所以這個 那個建設公司蓋了倒閉 弄一個家 弄一家建設公司 名字不一樣 你根本不叫做 本來是那一家公司 對 所以我個人 根本就認為 這個主管計算可以做更多 有問題的同一個負責人 他就在找人頭 你要把他助記 那我想請教 崔芬就說 那這樣的小朋友 受到這樣的侵犯 對他的這個心 就是長成長 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不好 等一下再請教你 好 來 先休息一下